接下来咱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着重点有些变化 原来咱们的着重点都是 跟大家去说特征工程怎么样建立 然后这一回咱们单独来捞一捞这样一个事 就是对于一个特征 假如说已经给我们建立好了 就是说数据已经是现成的 标签也现成的 我们怎么样用XGboost 然后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主要来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关于XGboost 它在建门的时候 调餐咱们一步一步该怎么去做 在这里我们的重点就是怎么样用这个酷 所以说咱们每个课程可以说 着重点还不太一样 有些课我们是主要给大家说 特征咱们整个流程该怎么去办 这些课咱们主要来说 就是关于这个模型 咱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模型做得更好一些 然后先说一下咱们的数据 这个数据它是一个保险赔偿数据 也是一个竞赛级所提供的一个数据级 然后这里呢 其实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用户当它出现了之后 有一系列的特征指标 因为这个数据啊 它也是一个脱敏的数据 相当于我们没办法知道 每个列的具体的含义 所以说就相当于啊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特征 然后呢 基于这个特征啊 我们就直接的去建模 做预测就好了 首先啊第一步 还是先把我们这些酷啊 都倒进来 这些酷啊 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Pandas,Nampy,Mindplot,SkLearn 这些酷啊 就是我们要去建模的时候啊 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工具了啊 反正都是老工具啊 没有什么太多新的 新的呢 一会儿就是这个XG Boost 一会儿用的时候啊 咱们再来说 然后首先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数据长什么样啊 这个数据当中啊 它有训练级和测试级啊 都已经给大家提供好了 到时候呢 直接把数据读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数据量啊 从量来说还是可以的是吧 各十百千万十万啊 一共有十八万个行业数据 每个数据当中啊 特征也是非常丰富的 每个每行数据当中啊 它一共是有132列 但是在132列当中啊 你看它列名叫什么 我自己打印了前20个列名 和最后20个列名啊 第一个列名ID啊 这是对于一个数据的一个标号 都是唯一的 然后Homer呢 你看这什么啊 Homer啊 它的意思 你看这是什么啊 这是离散值 这是连续值 也就是说啊 接下来咱们的数据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 所以我就说 它是一个脱敏数据 我们只知道啊 就是这个数据当中 一共是有很多个属性可以利用 但是我们就不知道啊 这个属性是什么了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的重点啊 就相当于是 已经有了一个特征数据 并且呢 人家预处理 已经给咱们处理好了 我们的重点啊 就在于怎么样 用这个数据 建立出来最好的一个 插之一不索模型啊 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在这里啊 咱们来看吧 就是啊 首先啊 describe一下 就是能得到啊 咱们当前这份数据当中啊 呃 对于每一个列来说啊 进行了一个统计指标 看它的总数啊 均值啊 之类的 其实我想看这样一个东西啊 嗯 就看这样一个事儿 就是数据啊 有没有被经过一个预处理 比如说预处理完之后 应该是每个列当中都没有缺失值的 而且呢 还可能做一个标准化吧 或者规计化 所有的数值啊 应该都比较小 咱们来看一下 对于每一列来说啊 你看均值大概0.25左右 然后呢 它的最小值 哎呀 接近于0 然后最大值是接近于1的 也就是说 现在啊 每个数据来说 嗯 已经是帮咱们做好了预处理 你看都是188 318 哎 没有缺失值吧 数据啊 都没有一个缺失值的 而且呢 均值啊 都是在0.25左右 最小值接近于0 最大值接近于1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啊 就相当于是数据 已经是经过了预处理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 就比较简单了啊 相当于是 把预处理这部分工作啊 现在省略掉了 然后呢 咱们来看吧 这里啊 就是 呃 我先检查了一下 在数据当中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缺失值 你看 点按了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所有都没有缺失值啊 一看 打印出来一个false 没有一个缺失值吧 没有缺失值啊 给咱们省事儿了 我们接下来啊 直接去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可以打印这样一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 点info 点info啊 相当于是 你去看一下 对于一个dateframe来说啊 它的一些信息 然后它的一些信息当中啊 你就可以看它的数据类型 flow类型的 有15个 印类型的一个 object类型 116个 在这里啊 一般都是这样 就是flow类型 它是一个连续值 int呢 和object类型啊 一般情况下 都是一个离散值啊 是这样的 然后内存使用不大吧 因为咱数据比较小 基本上 大家笔本啊 跑这个轻松啊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特征嘛 在我特征当中 我看了object类型 它有116个 然后呢 这个flow的和int的 一共是有多少个 这些东西啊 都可以看一下 相当于是先对我的数据啊 有了大致的一个了解 量演完之后啊 咱们还得看这样一件事 就是对于一些种类的一些变量 比如说属性值里边 它里边唯一的属性啊 有几个呀 我们可以啊 先打印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对于每一个属性来说 单独的先去看一下 在这个属性当中啊 它的一个个数 你看 在这一块啊 就是统计了一下啊 它的一个个数 分别是有多少个的 这一块统计了个数 然后把这个东西啊 打印出来 那对于这些种类来说啊 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 你看 大部分前往下 打印了前几个 大部分前往下 都是两个吧 那不太放心 画一下图吧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结果 画完图之后啊 非常简单 画完操作 大部分前往下都是 加上X轴 加上Y轴 什么东西 然后画完图之后啊 咱们就来看 左边这个图吧 看左边的这个图当中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 在这个现象当中啊 就得到当前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 大部分特征啊 都是一个二值的 然后116个是属性值嘛 其中有72个 都是里边有两个属性值 可能是是或者否 可能是这个样子 然后绝大多数特征呢 可能就是 是四个值以下的 然后有一个特征啊 比较奇怪 这一块特征啊 它有326个不同的值 这个因为它也没告诉我们 这个特征啊 表达什么含义 所以说大家就想了呀 这个特征里边值这么多 会不会对我产生干扰啊 这个看起来326啊 还可以 因为总共数据量比较大啊 咱们暂时也不用去去掉这个特征啊 暂时也给它留下来 所以说这个图啊 就是咱们画了一下 当前啊 我的一个特征啊 就是不是特征 就是我的离散值 它分布的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块就是离散值的分布啊 我们可以暂时来看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标签值 我们标签值先画出来一下子 这块就是 你看我画什么啊 就是X轴 它是一个ID ID一共是有多少个 一共是有这么多个 然后呢 Vidual 我画的是我的一个Loss值 最终啊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我的一个这个Loss值 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赔偿了 那它的一个赔偿值啊 或者说叫做 这点要给交损失值了 赔偿值来说啊 就是有一些显著的峰值 可能是表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 然后你赔的就比较多 但是你看 这样的一个分布是什么样子啊 这样分布看起来不太均匀吧 有些忽高忽低的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啊 就是产生出来了一些波峰啊 波谷啊 忽光忽低的这个现象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啊 就是我的数据啊 它不是 怎么说呢 它的分布啊 没有那么对称 不像咱们正常所说的 那个高次分布那个样子 那这里啊 我们可以来去通过一个指标 来衡量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偏度 偏度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数据的一个倾斜程度 一般情况下就是数据越倾斜的时候 哎呀 我们说当前这个数据啊 可能是不越不利于我们建模 而这个数据呢 越均匀一些啊 我们可能说这个数据 它越有利于我们进行建模 然后呢 怎么看数据 是不是倾斜的啊 这一块啊 我们可以用一个 saysmodel这个酷 你看这个酷啊 咱们来往上去 面去看一下 我把它看一下 它是在哪儿导进来的 应该在这上面 在这一块啊 咱们来看啊 我看看我的saysmodel 是在哪儿导进来的 哎 这一块还没有去导 哦 那应该是在下面导进来的 我直接我去查一下吧 啊 在这呢 就是啊 我们需要在这个CPI当中啊 导进来我们的一个统计的这个指标 然后这个啊 就是这个酷 基本上已经直接安装好了 我们到时候直接去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它这个酷当中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指标 就是可以直接去计算 当前你某一列 它的一个偏度值 是等于什么的 这块呢 咱们先来看啊 当前算的一个偏度值啊 是等于3.7级 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个数 如果说比一要 比一还大一些 那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倾斜的 那你看这个数是什么样 是3.7级吧 所以说呢 对于当前这个 呃 赔偿值来说啊 它是有这样一个倾斜现象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认为 有这样一个倾斜现象 不太利于我们进行一个建模 所以说啊 普遍情况下 我们都是啊 把这个倾斜数据 嗯 进行一个转换 然后呢 转换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工具 就是一个对数的变换 经过了一个对数变换之后啊 一般情况下啊 咱们的数据倾斜程度啊 会极度的降低 达到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情况 咱们来看一下这里啊 就是我直接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就是 嗯 还是啊 咱们的春的一个损失值 把这个损失拿出来之后啊 用Nanby.log进行转换 转换完之后啊 咱们得到结果 然后同样是打印了一下 它的一个倾斜值啊 然后怎么样 得到0.09吧 这个值比上的这个值来说 是不是小了很多啊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啊 先对数据的 呃 这个损失值啊 进行了一个变换 原始的值啊 就是浮动比较大 所以说 轻换程度啊 也比较大 我们经过了到变换之后啊 咱们现在 嗯 它就服从于一个 我们比较喜欢的 那种比较正常的那种分布了 来画一个图吧 这个图就是 我对于我们当前的 这个任务来说啊 它的一个 左边的 就是说 呃 你还没有去做 这个漏个变换之前啊 你看 它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倾斜现象啊 有些值比较大 有些值比较低 然后呢 这个分布不是特别均匀吧 当我们做完了 这样一个对数变换之后啊 是不是跟我们正常看的 那个 就是虽然说 跟我们正常高度分布啊 差的比较多还 但是呢 也是呈现出来 这样一种正常分布的规则吧 那你说 左右两个图来说 我们要哪个 我肯定要右边这个啊 因为右边这个 是不是一个正常 就是接近正常分布嘛 这样的一个分布啊 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也是利于啊 我们进行一个建模的 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 赔偿值来说啊 要不要给它进行一个 就是对数的变换 嗯 普遍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算 它的一个倾斜程度 如果说倾斜程度啊 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啊 做这样一个 对数的一个变换啊 有这样一个操作的 然后这个连续值啊 我们可以把它都画出来 这块呢 就是用了非常简单的一个函数啊 就是画了一下 我们的一个 嗯 其他连续值之间啊 它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各个属性啊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表达什么含义 所以说啊 这个连续值啊 咱们就给它画出来 暂时一样画出来 然后咱们就先 不具体分析了 然后每个值 可能有一个特殊的含义 然后我们需要考虑的 另外一点问题 就是特征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因为我们现在特征怎么样 特征是特别多的吧 那特征之间啊 比较多的时候怎么办啊 您可以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说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需要 把特征之间比较相 就是一些特别相关的东西啊 我们就给它 怎么说呢 剔除掉吧 你看这有0.99的 我看哪0.99 0.99的 像是0.93的 这些相关性比较大的 可能就是有些贡献性嘛 有贡献性的东西啊 是不利于我们进行建模的 尤其是你特征比较多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筛选了 筛选完 筛选那些什么啊 筛选那些啊 就是相似度比较高的 就是看除了对要线之外 哪些比较高啊 这些啊 我们都是可以进行一个 自己的一个筛选的 然后这个啊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看了一下 嗯 我们的一个数据 以及呢 咱们当前啊 拿到的数据 我有做了一些变换 一会儿啊 咱们的核心就是 特征已经给咱们了 然后我们要去建一个 XG不怎么形容出来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